他说什么四个字就行,李生继续努力 不过不失,始终都是新政府 你问是否比以前有没有好,现在暂时都未知,因为他只有一年 但他们铺那条路出来,感觉上都很正面 房屋的问题,交通工具的那些津贴,这些都好像多了 我个人感觉都不会太差,当然比上一届会好些 你觉得具体在这些方面有比较大的转变? 转变很简单,现在民生都没有那么多怨气 整体上我都觉得几满意,10分我一定会给到8.5分 现在香港每个都很开心,当然每一次政府每个月派五万元 每个都开心,政府最好,但做不到,但每一样东西 你出来这个社会,很多东西都要自己计划 不是人意给你,整体来说我是满意的 7分 你觉得还有什么进步的空间,怎样开装做得好些? 带头给些政府自己带头加薪,加福利, 外面那些协商,人类洗脏都会看着它,我不会说 看着它,带头一起加民生应有津贴 可能派遣这方面大众市民会喜欢些, 但有很多其他事上都遞消了, 例如香港医疗系统其实好像很好, 但就好像禁牌那样,很多人流感有爆过之类 就搞到政府医院问题都几严重, 但政府会投放资源在医疗系统上, 例如改善医疗事故,或者增加人手之类, 或者可能有多少资助给一些事, 例如去医疗医院看医生可以便宜些, 都好像少做这些,感觉上, 再加上现在开了关, 不是说什么竞争不竞争大了, 多了人用了这些东西之后, 自然情况会比以前差, 我觉得政府都要正视这些问题, 是的 原来你有几句跟陈正反观, 或是跟金介定讲一句说话, 你会跟他讲这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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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一点